各位天诺宝子们快来看 这只母仓鼠 Aria居然说星际战甲不甘 今天星号登陆四天 就要去单刷天王星BossPair 雷公 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 因为海防星贴个点任务 需要仅装备金战武器 完成一场 为天王星的任务 所以我们在开始任务前去军系库 将主要武器和次要武器全部拿掉 只带金战武器去刺杀 Terry公 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完成一个节点 就可以完成两个节点任务 我们还是使用上个视频所用的配卡 打不过剧的朋友 可以去主页翻看我上一个视频 寻找配卡 在开始自杀Terry的工具前 我们还需要解开 Ross的女节点 这也是一个节点任务 我们就先快速看一下 各个点是如何解开的 这里是A店的解法 自杀Terry是B店的解法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注定是C殿的剪法哦 完成任務后我们返回飞船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自杀T2的弓啦 跟着黄色弱蝶 找到太尔雷弓所带地 太尔雷弓那道法比较简单 我们使用去摸这儿的爆炸攻击 无脑轰击就可以了 太尔雷弓的Boss战也有三个阶段 爆门打在他三分之一血条之后 他会进入第二阶段 他的血条会被锁定 然后他会爬到家乡下面 使用飞拳将屋顶的玻璃打碎 让水进来一夜末在底层 打扎到三分之二血条以后 进入第三阶段 太尔雷弓会传送到上层 和使用飞拳 击碎穹顶的玻璃 让孩子一夜末没现在所在的这一层 我们要使用子弹跳跳到上层去 才会被海水淹梦 此时太尔雷弓会短暂离场 派遣出狂暴古里尼尔和狂发轰击者 来干扰我们 只有敌人被俗清以后 太尔雷弓才会传送回来 这个时候清空他的血条 刺杀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前往这里 完成任务了